根据世卫组织的简报 奥米克戎毒株已经在有数据可查的大多数的国家取代了德尔塔毒株 许多国家报告了奥米克戎毒株引发的社区传播 同时世卫组织在报告中指出奥米克戎可能不是最后一个病疫株 未来朝什么方向发展仍具有高度的不确定性 目前全球疫情的形势仍然不容乐观 最新的消息是我们以为的净土南极州最近又爆发了新冠疫情 根据报道阿根廷南极州的研究基地有24人确诊 其中未接种疫苗的9人搭乘直升机撤离 该基地是位于南极州的最西北端 是阿根廷的13个基地之一 本次疫情爆发是于1月12号 当时一名基地的居民可能是被新来人员给感染了 目前的基地43名科学家和军事人员当中 有24人已经被感染超过了半数 但其实这也不是新冠病毒首次在南极被发现 新冠第一次出现在南极 是在2020年的12月 智利在南极半岛的基地报告了36例病例 我国距离本次爆发疫情的阿根廷 距离最近的科考站长城站 已经制定了严格的防疫政策 同时也准备了有力的应急预案和充足的防疫物资 那么至于大家关心的南极企鹅 一般来说科考队员都有规定 不得接触南极野生动物 而且企鹅等鸟类的呼吸与人类完全不同 感染风险的应该是极其有限 企鹅暂时是安全的 但是在全球大流行的新冠病毒面前 所有人类和动物的命运仍然是紧紧相连的 抗击疫情 我们仍然不能放松警惕 疫情当前 隔离病毒却永远不能隔离温暖 那接下来要说的这个事呢 虽然只是几个人的善举 去让冬日里的暖意荡漾